1、2、3 準備 扔子飛機 推車 又扔雞蛋 整班小朋友在廣場走來走去 到底在做甚麼 關注學童發展聯席 這一日在牛頭角上村 搞了個STEM兒童加年華 志在給小朋友了解 甚麼是STEM 政府近年推動全港中小學STEM課程 即是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的科學科教育 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政府更加在 一局至17學年向資助小學 和中學分別發放 10萬和20萬的一筆貨津貼 給學校買物資 舉辦和STEM相關的活動 一切都是由學校去決定 不過,11歲的澤民 在學校從來都沒有參加過 和STEM有關的課外活動 他在個攤位上試用 不同的用品,例如檸檬 牙膏、塗改液等 嘗試把白布做白 你有沒有試過清潔布? 沒有 本身學校有沒有教你這樣做? 沒有 但你看到污漬走了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 都有成功感? 有 關注學童發展聯席 在今年7月至8月做了一項調查 收集了205份 初小至初中學生做的問卷 發現在曾經參加STEM課程的學生裏 有接近六成的學生 表示有興趣繼續學習 聯席認為 STEM能夠建立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不過有好多小朋友都好刺激文感 從來都未接觸過STEM 在170個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裏面 他們當中超過四成是完全不理解STEM 而非基層學生就有四成是對STEM完全理解 至於在參與方面 基層學生有接近七成沒有參與過有關STEM的課程 但是有局成的非基層學生就曾經參與過 聯席指出 基層學生和非基層學生在對STEM的理解和參與上面 出現了明顯的差距 街工社區幹事國民號表示 有很多基層的小朋友都參與不到 其實很多家長或小朋友可能去參加過 都不知道原來這件事是STEM 或者不知道原來這件事是一個STEM的活動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政府它的普及化 或者它的推廣完全是不足夠 我們其實看到其實政府所說的STEM的時候 其實都很需要用很多的科技 或者電腦或者不同的學科問題 但是其實聯席過往講很多東西 包括一些數碼紅溝 或者其實對於基層學生他們的電腦使用率 其實這些政府都沒有去了解或認真針對他們說過 聯席建議為STEM設立教育指引和方案 包括將STEM課程立日課時 等基層學童日常都可以接觸到STEM課程 另外聯席又建議政府增設配套給基層學生 增加他們使用網絡資源的機會 以助他們學習